这个老头半醉半行 看似普通 却是实打实的功夫高手 你看他悬在半空睡觉 就知道老头轻功不一般 徒手灭火棍 那是小菜一碟 只见老头朝火棍吹口气 小伙藏在身后的酒瓶 就到了老头手中 老头名为饮酒 是阴阳堂堂主的师弟 他的道法仅次于堂主 可因喜爱喝酒 总是贪悲无事 因此被降到厨房看灶火 刚刚进来的那两个小伙 是阴阳堂弟子高生和小迷糊 高生虽是个练武奇才 可并不满足前院教头所教的武艺 想学到更厉害的绝世神功 于是把主意打到了饮酒师叔身上 时不时的带好酒来找饮酒师叔 饮酒师叔也不好意思白喝 时间一长 饮酒师叔便时不时的传授 高生一些武艺 还说出阴阳堂的最高武学 名为阴阳分源大法 密集就在藏经阁里 这天高生没有去上早课 被罚关禁闭 不过禁闭室对于高生来说 那是常课 高生对于这里的机关了如指掌 每一次都是新的历练 看守师叔还会热情地向高生 介绍新机关 其实也就是体操中的单杠 举重 鞍马什么的 师叔来了兴趣 还会与高生比划一阵子 除此之外 高生每晚还会到藏经阁 偷学密集 可找了好一会儿 都没有看到饮酒师叔所说的阴阳分源大法 一番寻找 高生看到一个贴了封条的门 好不容易溜了进去 高生看到一堆落了灰的密集 在一个盒子里 终于找到阴阳分源大法密集 这时高生才发现迷路了 往前走是一个山洞 洞的另一头是一条河 河边还有一只乌龟 高生抓起来一看 乌龟壳上还有字 仔细一想 这正是前不久师兄弟在上面刻的 想来这条河通往后山 高生顺着河果然来到了外面 紧接着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对着密集练了起来 第一页上写有 预练分身术 先练口诀 再练方法 高生因性格急躁 并未仔细看口诀 而是直接修炼后面的方法 谁知适得其反 走火入魔 一个人影跑了出来 高生还以为是师弟小迷糊 仔细一瞧 竟是自己 难道练会了分身术 可学会分身如何恢复呢 若是在六个小时内 不能回归本体 那么就永远不能恢复了 高生急得团团转 可分身术之后的高生 调皮程度也是不亚于他本人 高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副本抓回 这时 大反派呼伦法师上场了 此人武功卓绝 野心勃勃 自创天无门 其手下众多 行事毒辣 秉着有我无天 有天无我的作风 以毒药控制住大批武林高手 为其卖命 有意称霸天下 若是所抓之人不愿臣服 就会被呼伦法师残忍杀害 为了习得此因毒拱 呼伦法师逼迫白衣男 为其找补药 当夜 一个白衣男出发了 他拿出八卦阵施法 一番操作下来 附近的孩子们自动清醒 来到城外 白衣男子趁机收集他们的尿液 也就是童子尿 紧接着提着筒 回到天无门 拿给教主呼伦法师 原来呼伦法师 练就子音毒工 需要喝童子尿 还抓来清河派高手 李天道 来试炼武艺 隔天 小镇上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些孩子们一夜之间 仿佛衰老了很多 就连大夫也束手无策 清河派女弟子月娥 为寻找师兄来到此地 得知这件怪事 便调查了起来 当天深夜 白衣男再次施法 不料一名黑衣人 手持力剑袭来 原来黑衣人 正是李天道的师妹月娥 她看白衣男行事诡异 并与师兄失踪一事 脱不了干系 两人就此展开对战 月娥武艺不弱 特别是剑法 炉火纯青 白衣男自知遇到对手 自爆家门 若是得罪了天无门 有去无回 谁知月娥 却不受威胁 剑法更快 故中 白衣男因错过服解药时间 功力大不如前 很快就落了下风 这时 路过的高生看到 误以为一身黑衣的月娥 不是好人 于是冲过来打抱不平 一番纠缠之下 白衣男趁机开溜 月娥怒气冲冲 可白衣男早已不知所踪 打斗之中 月娥露出真面目 两人不欢而散 白衣男落欢而逃 呼伦法师得知是海青派所为 因此结下仇恨 而高生回来之后 就给饮酒师叔送酒 谁知却没有看到人 不料师叔却躲在画上喝酒 难道是幻觉 师叔闻到酒香 伸手就来接 谁知高生却突然晕倒在地 师叔一番检查 发现高生竟偷练了阴阳分圆大法 应不当走火入魔 为了救高生 饮酒师叔咬咬牙 居然把七十年内功都传给了他 有了内功 高生恢复如初 师叔交代 高生以后练功得脚踏实地 莫要贪心 原来师叔当年 也是因为功夫急于求成 弄得一身病痛 他希望高生不要布自己的后尘 得了自己七十年内功 虽能控制阴阳分圆大法 可吩咐高生 不到关键时刻千万不要使用 隔天 高生和小迷糊 留在厨房帮师叔干活 有了神功附体的高生 干活起来特别厉害 不仅可以用神功快速做面饼 还能用神功避开水流 玩到尽兴时 还利用分身术干活 不久 好友大胡子找来 希望高生能帮他的哥哥主持公道 对于行侠仗义之事 高生亦不容辞 原来大胡子的哥哥五骨身亡 哥哥的身体一直很好 大胡子怀疑是被人毒害 夜里高生躲在暗处观察 果不其然找到凶手 郑宇追着他教训时 一只黑猫从棺材上跳过 居然炸尸了 高生与僵尸大战了三百个回合 好不容易才将僵尸制服 紧接着将凶手送衙门处置 在回去的路上 高生看到天吾门弟子 在街头为非作歹 骗人钱财 郑宇打包不平时 清河派女侠月娥 想先站出来 向路人揭露了天吾门的恶行 还劝路人不要上当 高生看到这一幕恍然大悟 原来是自己误会了月娥 郑宇道歉时 却看到天吾门弟子已多欺少 与月娥较量了起来 高生好心出手相救 不料月娥因上次之事并不领情 谁知天吾门弟子人多吃重 不依不饶 混乱之中 月娥受了伤 先军一发之际 高生英雄就美 不过片刻 高生就将众人击退 紧接着又将月娥带到山洞疗伤 因上次的误会 月娥兴盛防备 高生通过乌龟 给月娥送食物和药 还给他表演各种奇门遁甲之术 看月娥闷闷不乐 高生还让乌龟跳舞给他看 不知不觉中 两人产生了感情 另一边 白衣男作恶多端 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决定离开这个行业 可呼伦法师不同意 白衣男好歹也是武林高手 却被人控制 一怒之下 白衣男出其不意地暗算呼伦法师 谁知呼伦法师 因紫英独公 刀枪不入 腹部的匕首 竟被硬生生地逼了出来 轮到呼伦法师出手 仅一招就结果了白衣男 原来呼伦法师的紫英独公 已大成 隔天 呼伦法师带人杀到阴阳堂 此时他神功在身 无人能敌 就连掌门也害怕 于是与高生划清界限 将他逐出阴阳堂 其实是想暗中掩护 高生逃走 高生不愿连累同门 与女侠月娥一同站了出来 两人左右夹攻呼伦法师 甚至是使出梦中的招式 谁知还是落了下风 呼伦法师拿出一副鼓爪 作为兵器 此爪非常厉害 爪爪入骨 除此之外 还能变化成宝剑 甚至是神变 可高生会变戏法 然而呼伦法师 却不是月娥 这些戏法根本就难不过他 看到这里就觉得奇怪了 子鹰独宫呢 不用着急 子鹰独宫一出 差点将高生撕成了碎片 结果可想而知 习得分身术的高生 将计就计 控制住断手断脚 攻击呼伦法师 从未见过这种阵势 呼伦法师有些吃不消 一番对战下来 落断下风的呼伦法师 被高生超度 故事的最后 高生因为武林除害 掌门同意他留在阴阳堂 而女侠月娥大仇得报 这部阴阳奇兵 上映于1986年 原家般的典型吴打片 只不过这部只有原日出 吴打动作设计 基本都和同类片差不多 剧情比奇门盾甲系列 少了奇幻色彩 可原汁原味的吴打场面还不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